嗨,大家好,我是小玩 但是我的目标主要是石头蟹跟蚂蚁吧 因为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要石头蟹 其实石头蟹挺好吃的 看一下这个汤有没有 我给大家说一下蚂蚁的生活环境 这蚂蚁它一般都是在这种有动水的石头汤下面 别看这些汤,这样子其实它挺生的 起码这么长的水 而且这种石头汤是通向大海的 都是有浪花带这种水进来 如果那些蚂蚁在石水的地方 它基本都是不会在那里呆的 排水跟大水不一样 如果活动水的话,它就不切一样 就是肯定的 快点下来,石头蟹很大 快点下来,石头蟹很大 你看那一只石头蟹吗 过来啊,现在 他过来了 这家伙连钱几乎都没有了 还这么贪心 这么快要走 能为你一场吗 拜拜 有一只大的,它不肯出来 估计它太薄了 算了,处理它了 换个地方 咬了,咬了 过多了,过多了 不倒有浪花 桃子系列的 不是,它还在那里呢 这一轨又断了 有一只石头线在那里 把这只石头线捞上来吧 这家伙我刚才拉转鱼钩了 不知道他会不会出来 来了又看到他了 你拉转我的鱼钩 这家伙就是厉害吧 不怕死 我不记得他嘴里有没有 我拉断的那条鱼钩蛙 大家能看到吗 你出得去吗 凶打鱼 差点给他跑了 他叫好长的吧 这种 你看 谁知道这螃蟹叫什么 他扎到人很痛的吧 他跑了 在这边 走 他在这边 我们坐在一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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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置信用船 这条蛮蚁蚁真是太狡猾了 它咬我好多月了 你看它又把我按摇摇摇摇 就是够不到它 它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还勾不到你 我还勾不到你 我都差点把它喂饱了 这下好玩了吧 这下把我旗舰的东西都出来了 出来了 这家伙 这条蛮蚁是我经过最聪明的了 OK两条了 换点水 这桶里面的东西太多 我怕缺氧 是 哪里哪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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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你是 各位 这么简单的 今天的洗头洗还可以 好吧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我刚才回来我放个桶在这里 往兜里装就两条蚂蚁的 我回来只剩一条吧 有一条跑了 我的天哪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条挺好 这条有点黄色的 五斤洗头线也跑了一两级吧 不行 下一次要拿一个高一点的桶 这桶不行 实在是太小了 一二三四五 五斤洗头线 这里够炒一盆了 香辣洗头线 下去真的要带一个那种大桶上来 既然那条跑了 就上一条 我还是把它放走 这条黄黄的挺好看的 叫拉走 又走吧 首不都走吗 从来 只会往头那边钻吗 走吧 诶 我看你还不会钻进来 哈哈 他竟然钻进来了吗 你看 你是见到洞就钻那种吗 快走快走 拜拜 C.U.LALAL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喜欢小玩视频的朋友别忘了按和关注点赞订阅 你们的订阅点赞 关注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你们继续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